腔腔三人行 今天马先生来了 李京你们三连也做过这个专题 圆明园 因为最近是日子了 圆明园遭难 150周年 大火连烧三天 从10月18号 我怎么一直听见民间说 说圆明园真正是好多东西 被弄出去 是中国人弄出去的 不是英法联军 没毁多 就是说放火 一直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火 是不是说当时园子里有的太监 还是什么 自己偷东西 然后趁火打结 怕败露 自己放了把火 这都不排除 因为英法联军进来以后 拿东西 他一定是有一定数量的 第一他一定要带便携的东西 谁都不可能拿那笨重的东西 第二呢 他人数毕竟是有限的 那里东西太多了 那圆明园可比故宫打的多的多 那东西就这么说 真敞开了 咱拿不完 没错 拿不完 我用个卡车来运 运不错 你想想圆明园 就是前些年 在那个遗址中挖的时候 还挖出完整的玉器 这么拿劲的 都是完整的 现在都说价值连成 那时候当时可能谁看着 他那偷尘的一大石疙瘩 不是就扔了就给埋了 当时不是说 那个英国人和法国人 还都还都不一样吗 说英国人专门挑 那个贵金属宝石 法国人呢 好穿 就他们丝绸啊 什么珠子 什么这些东西 非常有可能 就是根据个人的爱好去拿嘛 但是啊 马兴尔今天拿了一本书 要不说我这孤陋寡文的啊 这个我才知道 圆明园呢 不光是那次英法联军 给毁了 甚至于那次是1860年 1860年 1860年之后 这圆明园很多地方啊 还是未然大观了 你看这个 这本书啊 是最近在诗记坛 有一个 叫残垣经梦 奥尔默与圆明园历史影像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从一个藏家 这手里发现了12个 秦峰 就是台湾的 玻璃底片 就当年一个外国人 大概是在圆明园 就是英法联军 焚烧十几年后拍的 拍的这个照片 他拍的当时的那个影显影记 是在玻璃上面 咱们把这个照片呢 现在有条件 能够印得更清楚啊 在这本书啊 我想请这个马先生 给咱们讲讲课啊 先看看这个 这个草图 草图啊 这个位置图 那个灰色那条呢 就是这个西洋楼 西洋楼 我们大家今天印象深的 这些遗址啊 以及我们 超超的那兽手啊 都在这个位置 水法啊什么的 对都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看到的 圆明园整个的全图啊 长春园 万春园 圆明园 西洋楼实际上是在 它的边角 边角很小的一个位置 不是特别重要中心的 这么一个位置 嗯 由此可见那些东西哈 哎这个就是 这个兽手 就是那前几年 咱超超超的 海燕堂 海燕堂 啊 西洋楼中间的一个位置 呃 其实就是水龙头 这就是这个意思 他还不正向 就是他是冲冲西的啊 冲西的 对 对 对 好 咱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玻璃底片了 这是那外国人留下来的 当然它是一个副片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展览 能弄得很清楚 我感到很惊恶 这是在1860年 就等一大火已经烧了之后 英法联军烧了之后 你看看 还保持着 咱们完整的建筑 对 还保持着这么完整的 这个石头的这个建筑 而且大部分都是完整的 哎 你看 这就是海燕堂 就是那个兽手的位置 这也是在1860年 英法联军焚烧之后 焚烧之后十几年了 哎呦 你看 还保留着这么多 这么完整 这跟我们原来想象还不太一样 我们以为现在的一样 就是一大 一大火给烧成 对 为什么 不不 这个还有一个 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都对这块印象深呢 是因为它没有烧毁 它是石制建筑 中国是木制建筑 那大面积的都被烧光了 你比如说它的它的苏州街 就是乾隆最喜欢的位置 烧的荡然无存 它是木头的 所以就是我们能有印象的 就是全是这些石头的东西 所以我们大部分观众 或者说老百姓都会认为 西洋楼是主 主要的这个场景 其实它在圆明园当中 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 一个一部分 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这个非常不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现在 不够美了 是吧 圆明园历史上 原来遭过火劫 这是1860年火 然后说还有什么石劫 还有什么土劫 石劫就是什么人 把这些保存下来的 西洋楼的石头的 这些构建 拆走的都不叫结 拆走了 你今天还能看 当时1929年 大概是就是 20年代末 30年代初的时候 当时民国政府 控制这块东西 当石料采石场 大量的石头被粉碎铺路 就是你花多少钱 你粉碎一个立方 那石头多了 就把当时规定是粗的 就是雕刻不细的 全给你粉碎成 这么大石头铺路去了 民国政府 民国政府干的事 就是说 说这是圆明园的第二次劫 对 那劫 对 就无数次 这就是比较大政府干的事 你知道吗 您说前几年 你还在圆明园 80年代的时候 我去圆明园 那时候圆明园根本没人管 也不是什么旅游 什么都不是 就我自己去 你跟他皇帝 皇帝呢 我去看 看的时候喜欢 就到那 发骨质幽情 平调一番 然后突然看见 几个老乡拿着小簪子 大大大 就敲那汉白玉 然后我说 他敲什么呢 过去看 底下拿一破了 接着 旁边弄一麻袋 敲下来 那扎子都是米粒那么大 完了往麻袋里倒 我就不解 我说他们弄这干嘛 就问他们 聊了半天就熟了 他说这掺大米里 掺大米里 对 因为加分量 那大米里 好比说这一道大米 这个180斤 里头掺两斤 那怎么 我说那时候的米 怎么吃 净沙子 那时候就没人管 没人管 根本那都是野地 怎么就能够容许 这样的破坏 那就国家衰败 没有办法 国家衰败了以后 中心无为 也没人管 对 而且西洋楼这个东西 最早是乾隆洞一休的 乾隆 有钱 然后有精力 他跟他的父亲和祖父都不一样 那两个 他父辈这两个人 还是有点担忧 什么变换的问题 政治是否稳定 到他这就全都没了 他就是乾隆修西洋楼 有点像我们钢改革开放的心态 就钢改革开放 你想想所有人装修都西洋味了 甲欧洲 甲欧洲 我见过上人家 我说你家搁俩罗马柱干嘛 就本来那一共就不到三米高 弄俩罗马柱 弄着那甲石膏堆着 还有那有钱的 找那个画油画的 在他们家画天顶画 跟那个米开朗基多 因为穷顶 这个心态 其实民族心态一样 当时乾隆也这么个心态 就造了西洋楼 他把什么这个郎世宁请来设计 包括水法 水法呀是当时的名字 就是喷泉 就是喷泉 但是当时觉得就是对水 因为你没有动力啊 今天你的所有的喷泉都是有电的 有动力的 那没有动力 你怎么能让它喷起来呢 你就事先要把水运到一个高处 靠它的自然的水压 这个事中国人不会 欧洲不全都会吗 十五十六世纪就弄 所以就把假如有人什么都请来 说你给我设计这东西 就设计完了 又好玩 这东西可以喷着好看 所以乾隆当时也是一个幼儿心理 就觉得这西洋的东西好 也没见过 就修了这么一阵子 到了乾隆中期 基本修完以后 乾隆玩了一阵子 到他晚年基本不进这地儿 就不去 然后我看那个 就是说那个抽水机 刚才不是讲的 请人设计的吗 抽水机坏了 用不用坏了 中国人那时候就其实 对 修不了怎么办 然后因为平时也没人去嘛 说皇帝来之前就人工运水 给水运的足够多 黄帝来他又能喷了 挺高兴的 就你对后面的 结果呢 用不了机械化 还得人力 其实那时候已经就是西方的这种 这种工业化的东西 对你其实很大的冲击 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意识到 对 你还是看表象 当时这个乾隆的心态 就是对西方的东西拿过来 是我玩 玩玩 西系银桥 对 玩到一定程度就厌烦 我们今天也是这个心态 你比如每个人都一样 年轻的时候喜欢玩车 你看岁数大的人 车都玩剩下的 不玩的 什么好车 没有兴趣 开始玩表 干什么 它都是一种诱人心态 就是这种复杂的东西对成年人来算 也算是一个玩具 那么这个 这个乾隆后期以后 这个东西就开始衰败呢 除了这个 最到到咸丰时期的这个英法联军 八国联军后来进来的 这个对他的伤害以外 更多的是我们自己主观上也对 这东西不是太新鲜了 觉得那还不错 今天大家玩什么装修 中式装修 又回来了 这不无非就二十多年 所以啊 我有时候觉得咱们这个国人的这个心理啊 特别有意思 就是怎么叫有意思呢 就是他呀 这个我觉得就跟抽风似的一阵 你比如说啊 你说你重视 咱们就看到这个圆明园 哪怕是英法联军烧过之后 你这个中国人自己允许的破坏 允许的这种这杂呀 这的烧啊 真的是像有些个所谓奋机的那个言论 就说 当年要是英法联军都没抢 你纵观中国这这百年历史 如果留在咱这儿是不是还能剩下多少呢 都很难说 这么那么说呢 就是说你没有意识到这东西珍惜 对吧 对 可是你又合一解释 前两年出了个那个兽头 一个码头 一个什么好家伙 全民族 这个这个一分田英 一分田英 什么事 要打过去了 说说多少钱不惜代价 我们国家一定要把它买回来 可是这是怎么解释 你的这个行为有没有一贯性 就是我们是一个比较容易有激情的民族 但是都没有持久性 就是他都是一阵子 而且还缺乏一种 就我们今天常说的话 叫理性的思考 你比如有多少人知道 圆明园西洋楼的位置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 就这授手在圆明园西洋楼楼中的位置 它是否有那么重要 这东西谁设计的 这东西是外国人设计的 严格说不是中国人的思想 尽管十二生肖是咱中国人的 但那牛角是冲钱的 那牛头上是有毛的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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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和园那童牛 那身上是光的 中国人叼动物 不不不叼毛 外国人弄着 因为他们身上这个多 对对对 千千三远行广告之后见